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国民军发出警告 其他任何人不要在客机上运输武器 否则军队将击落任何携带武器的飞机 而就在前两天 哈夫塔尔的国民军才扣掉了一艘土耳其商船 据传该艘商船里再有原本送给民团军的武器装备 其实并不是哈夫塔尔玩不起 而是对手土耳其先用的此等下流招数 用民航飞机运输军式装备 观察人士分析称 土耳其首先使用民航客机运输军式装备 就是希望利用国际法的保护 堂而皇之地达成自己的军事目的 不过哈夫塔尔也深知其中利害关系 若真实击落民航客机将遭到整个西方社会的严厉谴责 将自己暴露在舆论攻击的风眼中 目前利比亚战局已成一滩烂泥 美欧逐渐放弃利比亚时 土耳其阿联酋等国依然兴致勃勃勃 利比亚的代理人战争已经成为二级代理人战争 各路来路不明的军事装备 雇佣兵势力 民间武装组织 以及趁虚而入的叛乱分子都在利比亚战局上较浑水 无论是北非势力或是俄罗斯势力 想要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何况民团军和国民军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都希望能够全盘控制整个利比亚